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察来观察版S1的小提琴啊 悠悠子阵容方面的话,大副先知,冒险家,魔术师 知道这时候有点脆啊,知道这时候修得很快,但是有点脆 呃,看一下悠悠子的这个胜率真的是永远都在85%左右 对吧,有的时候甚至更高 这些神仙玩家真的是 让我们平民玩家,对吧,只能仰望啊 上来找到了这边的先知,很不错啊,这个点位找到先知,对吧 眼一插一看人,好 找到,哎,这边先知这个点 嗯,闲的话这个点又不太好封,因为没架住这个人 这个人是可以有多个选择的,来看这边的一个,闲,漂亮 不会,鸟顶上了,还行 刚想说,这幸好这鸟回来了,要不然这一刀直接没的话 这个局球是没得打的 只卖掉,有鸟都得卖 而卖掉的话,因为前期这个击倒时间太快,那也不够啊 这边闲,闲给你压力,然后追上来打了一刀震慑 宝瓶别救 嗯,你说这先知有什么可操作性吗 确实没什么操作空间 当时那根闲打中了 这种闲的话只能是归结于就小金家打得好 你也不能说先知有什么失误 就看这边求者怎么来盘了 呃,卖掉,宝瓶,可能性有,但是不高 最好是卡死救一波的那种 怀表直接摇,卡半救嘛,卡半救不行啊 卡半救,但凡这边多吃一点点伤害 控距离,打,控距离,打,打一刀先知 还行 就是救下来了 而且是一个无伤救,无穷洞躲掉 那大副这波救人是富贵险中求啊 这样的话让先知还转个点 拉到一个更加死的死角 然后这边大副最好远远的再压着 让外面两个,对吧,凶肌猛男赶紧修 呃,局势上面来讲的话 这一波无伤救下来的 对于求者来讲是绝对肯定不亏的 甚至,对吧,还把这个劣势稍微往回搬了一搬 那对于小丁家来讲 可能本身是一个三七开 现在比较变六四开了 通缉到大副啊 大副离的距离比较远 这边应该是纯粹就是洋音符了 这边的话小丁家其实 呃,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只能是在这边洋音符来干净密码机 其他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放一下50%的输液再摸100% 如果说魔术设施还能点掉 大副再能修个一半多 密码机其实是够的啊 密码机其实是够的 就看小丁家第二波节奏能不能续上了 这波救救的真好 但是我是觉得不救也行的啊 不救的话呢 稳,稳一点 万一救了你吃一个双倒呢 或者吃一刀 其实吃一刀 哎,这衣服刚好打着 我去 闲 封点 一拉漂亮 还倒在了这边的遗产阶 魔术师 想把这个密码机点了 要打气球刀 这一波 这一个音符刚好 哎哟 有的时候 这怎么说呢 就刚好这东西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就刚好网站方向打 因为魔术师 这宝藏正好就在这边 对吧 然后 魔术师的密码机也在这边 等 哎,漂亮 这一波 悠悠子是已经有所预判 无穷都还没开啊 无穷都还没开 先打一刀打一个双倒 因为魔术师的身上是有输液的 谁身上有输液 我就打谁 这样的话 这边可以再来摇音符 又利用这根弦来封住冒野家的一个走位 冒野家这边可能走不了了 本来刚刚看到一点点希望 但是缩小的冒野家吃到了音符 咸,咸,咸 没关系 一大带走了 他这里应该是挂飞以后切个传送去挂魔术师了 挂上以后切个传送去挂魔术师 诶,魔术师教自己 那赶紧把这台密码机补掉 然后外面的话剩一台 他最好是手动补掉 然后利用这个输液直接去秒一台 这边杨音符找魔术师 只要能击倒魔术师 这把依然是个赢面 这里还别说 如果说让魔术师摸到密码机 这密码机等于说是压好了的 诶,有点机会啊 密码机压好了 无穷洞一台 漂亮 大副,可以 打一刀 哎呀可惜了 这边应该是密码机没压好 压了个一刀子 没收住啊 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